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去大自然里面 我们除了鞋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 其实现在市面上已经是有一些接地器的产品 在我们的健康店 这里有很多的客人买了回去家里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器的治疗 接地器的产品可以在我们陆创意的健康店 可以买到的了 联络电话是28824848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各位网上听众 你们好 我是袁大明 很高兴今晚又能够和大家一起探讨香港 近来发生一点的事情 或者一些困扰香港的问题 我们香港出路这个节目的目的 就是希望为香港尋找一条出路 能够真正解决香港面对的问题 就不是只是和大家一起大肆批评 政府某机构某人某事处理的问题 那发生一轮就算了 那我们希望能够了解到那个问题的根源 来龙去物 还有最后提出一些具体性的解决方法 还有建议我们自己每个人可以做些什么呢 那简单来说 如果你是特首或者你的负责人 在当时的情况之下 你会怎样处理这件事 那我们今天很高兴 又请到 斯智山学会的研究总监 孙帕文 那孙帕文呢 我相信大家如果在苹果 都有看它的专栏呢 它也叫俗称金手指的 那我们上一次呢 都要和大家谈过呢 是关于公平竞争法 那因为呢 在表面上那条法例呢 是好像很好 但其实背后很多问题呢 是需要呢 就是在这方面的 真是有独特认识的人呢 才可以说到分析给我们知道的 那我们今天那个节目呢 我们会再探讨一下 其实也都香港最近日 都讨论了很多议员的了 就是关于那个领会那件事 那最近领会发生了些事情 那但是我想呢 首先呢 就想孙帕文介绍一下 那个斯智山学会的那个 那个学会本身是那个 是怎样的性质的协会 还有他们那个 就是他们的中心思想 他们大概是怎样的呢 斯智山学会呢 就是一个智库组织啦 那不如我先解释一个 智库组织应该做的事情先啦 那智库组织其实呢 就是民间组织 那就会想一下 究竟有些什么的社会问题 可以用些什么的解决方法去解决 那我们跟这个 很多人就是香港搞智库 或者是搞这些这样的 压力团体啦 很多时候都出于一个想 就是从政的心态去做的 嗯 那其实这个真正的智库组呢 嗯 他想做到的事情就是呢 其实政客呢 就是市民心目中呢 每一个社会问题呢 都有一个可接受的 就是有个range 就是有个 有个 框框 就是整个政治光谱里面有个框框就是说 如果我想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们可以选择ABC 嗯 那智库组织的 这个功能呢 就是说给市民知道 其实有S 有T 甚至有XYZ的 嗯 那也都开始呢 解释给市民知道 XYZ有多好 就未必一定要选择ABC的 就慢慢慢慢呢 使得市民开始接受 XYZ 甚至到要求 有XYZ的政客出现 那这个政客呢 就只不过在 就只不过在 特别是民主社会里面 是 他只不过只是希望可以拿到市民过半数支持 继续执政的 是 那政客就是这样的了 那如果以前呢 就有五成多的人支持B的话呢 那他就支持B的了 现在四成多的人支持A 也有另一类人支持A的 那不过如果政党一直这样移动 市民可以接受的政策的 那个想象力去到XYZ的话呢 那那些政客就会自自然而 跟着去 就会支持XYZ 去争取XYZ的了 那我觉得呢 就是我们自己组织呢 呃 最成功啦 可以说到最成功啦 就是 讲这个学圈制 幼稚园学圈制 那幼稚园学圈制在这里呢 就是我们一开始呢 就说它首先是一个 A科学圈制 是啦 因为呢 它歧视这个的 这个的 牟利幼稚园 那其实如果你是想回 大约是 我想三四年前的香港的话呢 如果你说说学圈制呢 应该市民会反对的声音呢 就会是 为什么 就是学圈制的精神就是 学校喜欢自己 怎样营运就怎样营运 是啦 所以可能社会压力就会说 为什么不直接 教育主为什么不直接控制 那个幼稚园的运作啊 或者是为什么不可以给多些钱 或者规划定 学校每一元 洗了出来 有多少个百分比 是要给先生的薪金啊 又或者是为什么不控制多些 例如说 私生的比率啊 为什么要给那么多自由啊 不过呢 我想啦 我想我们都出了分力 反而呢 今次呢 第一个反对声音呢 就是为什么连 为什么连 为什么连 幼稚园的幼稚园被歧视啊 赚钱有什么错啊 就是连 连李卓人议员呢 哇 这个我都觉得很shocking啊 这个 连李卓人议员呢 都说 连 幼稚园的幼稚园是什么罪啊 为什么不给家长 为什么不给家长 有机会给子女去队 就是 这个呢 就是 正正就是 呃 给大家看呢 就是其实政客呢 他们就不是说自己奸 或者忠的 只不过呢 他们真的希望可以继续执政 可以serve 到那些市民 那如果市民是有五成多人支持 某一个政策的时候 他就自自已然跟着他了 那我们智库组织呢 别人比喻为呢 因为你经常都 政客就要在前线争取选票嘛 嗯 就好像那些 那些 就是前线士兵那样 是 是 争取过51%的支持率 就是 你多数49% 149% 不断推就不断推 而智库组织的功能呢 就是炮兵 在后面呢 就射到对面的对方 反对你的声音 希望呢 令到呢 支持你的政客 可以慢慢推前推进 是的 这个就是智库组织 不过香港人就比较难 这个 就是触摸到这个concept 那么 有几个 有支付组织也都有几个 rule的 其实 特别是外国的 你说智库是 即是 你也有钱吗 Think Tanks 哦 Think Tanks Think Tanks 是的 其实有几个 rule的 第一个就是 不可以收政府钱的 特别是我们的思思生学会 就是一个自由市场政策的智库组织 那 就是想解决的税势问题 跟其他智库一样 例如说 贫穷问题 教育问题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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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屋问题 只不过我们想 即是 怎样解决的方法呢 就跟其他人不同 我们相信自由市场可以解决到这些问题 所以才成立了 思思生学会 是的 其实呢 我可以 在某个情况上 你可以了解到 因为我们的 政治的因素 就是始终呢 你那个任期 通常都是有一个很短的 可能只有四年一任 很多地方都是这样的 那么 变成了很多时候呢 就会制造一个 短线处理问题的环境 那我可以看到呢 其实我们社会上 很多很多的问题 都是因为 我们要 就是因为 政客要拿到票数 那于是 他变成了 他的看问题的那个方法 是通常经历于转线一点的 那也都经常这么说 就是派钱 派大病 那么最好呢 就是带派利是 但是就没有 没有考虑到呢 那些钱会哪一处来的 那就是这个 我觉得是 这个问题的根源 那 其实 我这个 其实 我们的自由市场政策支付呢 我们有很多姐妹会的 全球都有的 是的 是的 当然了 那些事情 这些事情是 这些事情在60年代 已经开始说了 IEA已经开始说了 那怎么知道 抗争了20年呢 才找到一个叫大徐义夫的人 上到作为 而推行到他的政策 那 我同意 这个 这个 推行政策是很漫长的 是的 不过有时呢 你刚刚去到市民认同 有对的政客执政的话呢 就会 就像tipping point那样 tip了下去的了 那就会达成了你那个 就是落实到那些政策了 是的 其实你所说的 就是施治山后会所说的 跟我们的香港近后大人同 是很相似的 其实我们是想 就是为香港尋找一条 真真正正的 实实在在 能够令香港更加好的 是不是 就是不是 就是将问题 是越来越深化的 好了 那 譬如 那个 那个 学卷制这个问题 那 其实我们过去 都一直都有说 我亦都在苹果 我亦都写过几篇文章 那 那么很可惜 一个很好的 本来一个很好的 的 的 的处理的问题 的教育问题的方法呢 比政府一用呢 就其实呢 就是 用得是很不对的 就是 就是 其实 学卷制是很好的 但是我们的想法 学卷制呢 就不是呢 是在幼主那里 来加 就是 费用有 有增加多些这样的支出 我们想法学卷制呢 是在我们目前 现时那个 那个 教育那个 中小学 中小学那里 那个九年免费教育 是应该实行的 但是很可惜呢 其实他用私用的地方呢 是在另外一个地方 我们完全都不应该 不认为 这个 这件事呢 就是 我明白你那个 就是 觉得他们 派钱 所以就 落实这个 学卷制了 是 因为我 始终都是你要去回那个 如果你是在做工作的 那个AO 政务官 是 就是想想如何落实 一个长远来说 如何可以落实全面 学卷制化的话呢 你永远是第一步的 是 那现在 你教育 整个教育体系里面 已经有太多的既得利益者 很难 很难在那一层面 是的 很简单 就是 梁家杰说要找 张云光 做这个 他的教育局长 那 其实张云光 开口埋口 第一句 永远是先生的 先生的 是的 说学生也好 是教协会长 是的 教师工会的会长 如果你说是这个学生 都是讲师生比例 是 小班教育的 是的 就是 你很多时候 你很多时候 听到这个时候 就说 喂 其实教育最终是想教好一个学生 是 学生行先的 学生甚至是唯一的考虑 如果你教得好学生的话 就什么都可以动 是 最终是 最终是 好了 其实政府都挺smart的 如果你说推行学圈制 幼稚园程度 由这样开始 是的 因为你就会令到一班家长 三年都有学圈制 都有选择 都可以家长和学校沟通 怎样令到办学团体办得更好 谁知道去到小学 就发觉 哇 为什么整个形势 就会开始有一代一代的家长 发觉 其实学圈制是不坏的 到时就 建立了一个社会的压力 可以最终推行全面的学圈制 是 最大的问题就是 你给一张学圈制 给一个家长 你是希望他的需求能力 就是这个demand power 是 可以自由化 是 不过 如果你的监管 学校监管 一样是这么严 一样是这么死板 的话 其实供应上 就不能百花齐放 我比喻就是 政府想怎样呢 政府怕你饿了 就给你一张饮食圈 你想到一条街 就选择餐厅 你觉得贵的好吃 就自己加钱 如果你是拿什么钱 你起码都吃得饱 不如如果你不放宽 那个营运控制的话 继续粗暴监管学校 没错 你整条街都可以选择餐厅 每间都是麦当劳 这又是解决不了问题 好了 还有第三件事 第三件事 就是 始终 特别是中学开始 中学最终的目的 就是家长 心目中的目的 就是令到学生 可以去到大学 可以去到好的大学 如果大学 还是政府这样去训练 联招也好 考试考A-level 或者是会考 那个curriculum 都是政府训练 对了 就好像怎样呢 就好像没错了 你不是整条街都是麦当劳 不过吃的东西 就全部一样了 菜式一样 菜式一样 所以都是没办法提放的 除了熟人大学 是熟人大学 你不坚持 我不要你的钱 如果你要监管我 如果你要给条件的话 要条件的话 他要一亿多给他 因为没有条件 那两个 那两个 什么 什么 教育教育会 不是 书人大学 那两位创办者 是 五十年 几十年 搞的 受尽多少压力 都不理你 一定要自主 自己去设计科程 自己去籌钱 一个先都没有 如果去到原先的教育 宗旨就是搞好一个学生 令到一个学生 是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将来可以是 那 甚至到那个小朋友 说 无需在香港读书 如果我年轻人到大学的时候 到外国大学 结果一条数 其实 我现在 补贴香港大学 香港所有大学 结果一条数 如果可以除开 让一些人去我读书 令到香港本身既有的大学 都要有 competition 要竞争的时候 去抢好的学生 才可以令到香港学府 变成世界级 哎呦 死火了 你这样说 即时又是那班 大哥 我正在找十几个一个月 你叫我去竞争 我要终身聘请 终身聘请 我觉得终身聘请 我的大学也有 他也有 这个是关乎学术自由 只不过 我不知道是一个全面 如果 如果 香港大学 和外国大学 要竞争 欠政府的钱 去收纳 香港的学生 的时候 香港大学 我不知道会是什么样 可能会 有些可能会倒闹 有些可能会做得很好 不过 如果 如果 香港大学 可以和外国大学 竞争去抢香港的学生 我就可以一定担保 我们可以吸引到外国精英才来到香港读书 到时候 到时候 这几个外国精英来香港读书的时候 年轻人 拼搏的精神很强 他来到香港的时候 他很多时候会留在香港 到时候 香港过去很多人都去了 都好像留在外国 留在外国 很多 所以 就会令到 我们香港本身的人才的质素 都会提升 不过 这个事情 很长远 很长远 我们资生学会 只是说 自由化 有竞争 市场化 学校和学校之间竞争 这样最终 就会令到教育和学生 搞得好 就自然会搞定 是啊 其实教育这个问题 挺大的问题 其实某程度上 我觉得 很多的问题 如果我们真的了解这个问题 其实不是那么长远 可以说 如果我们即时实行 是即时生效 是即时见到那个成效 就是不是真的以为 不是 只不过 我觉得背后 就是我叫做 那个entrange 那些interest 就是守住在那里 就是觉得他的利益 利益受到侵犯 是保护自己的利益 我觉得 这是一个最主要的问题 其实香港的教育 我们在过去 也都讲出过 那个问题 那个根源在哪里 应该怎么去做 但是在某个程度上 我也都好像感觉到 就是香港的那些高官 在教育的高官 都觉得自己的手是被绑住的 那么 他也是用一些所谓其他的手法 是将这个问题 慢慢地来解决 比如 给多些私立的所谓优质学校 或者特殊的学校 就是放宽下去 就是不能够全面一起一起做 直之 直之小学 直之小学 这类这样的手法 我感觉上 好像他们知道的问题 不过 就苦于在他们的位置之下 是做不到事的 一做就被人叫下台 香港一向的作风就是这样 或者 好像你昨天所说 他们真的用这个手法 由幼转开始 那 其实我们今晚想说 那个领会的问题 其实跟教育很相似 孙鹏文 那 看看你们怎样看 领会这件事 首先要说 说领会 就是 其实这个 真是绝无紧有 董建华政权流下来的得正 真是得正 你试想一下 回想一下 当时 没有人想 可能 因为这个政策太激 政府是将整个公屋制度里面的商场 停车场 的商业利益 营运方法 卖断了 完全卖断了 还要是那本招股书 说明的 如果真的有大股东出现的话 它是有权将整个动势都换了 而不像其他一些 好像港交所那样 政府还有控制权 政府真是很真心地 今次觉得 我们不可以再有能力去管 这些商场和停车场 只会令到香港的社会受到伤害 所以不如这样 壮事断臂 一次过买断了 是 即是是得正 现在就引发了很多 很多人觉得是眼冤的东西 一人加租 除了加租之外 就是迫迁 例如医生迫迁 出得最大声就是公屋的医生联会 是的 以前政府管的时候 官僚管 我经常都说 官僚生存的时候 第一 继续膨胀自己 二 就是不要背锅 为什么医生有这样出现 为什么他们吵得这么厉害呢 就是医生以前在公屋商场里面的铺位 就是分饼仔 分豬肉的 是的 你还要是那个group的member呢 才能分到 即是公共屋村医生联会 有这样的 是的 你要是他的member 即是你外面人就不可以轻易症 不可以的 你不可以学习不闲 走去中国部位做医生 不可以 不可以的 有小圈子里面的 哇 就成小圈子里面 即是那些既得利益大到 医生是读过很多年书的 都可以走上街头示威 为什么剝削他的饭碗 你猜不到医生这么多钱 都可以说 为什么你会剝削我的饭碗 没办法 因为真的太大的既得利益 不如我先说 在资本主义社会 这个比较老土地说 一间公司有盈利 一间公司面对竞争的时候 有盈利的话 是等于它证明 它是serve到customer 是帮到股客 而领会的股客 就是商户 好了 如果它是加租 你当然会说 哎呀搞错加租 喂加租代表什么呢 加租代表呢 就是商户的竞争力提高了 是 它自己赚的钱多了 而令到什么呢 令到更加多的租户 可能potential的租户 想租领会的铺位 引发了竞争 就是说我是新进的 你是在做的 喂不如这样吧 你做不行的 都给我试一下了 让我可以有机会 给更加好的服务 和商品给居民去买 就是在外面的 就是私营的商场 或者大的商场呢 人家是要排队的 就是要排队的 大佬 很难入队 就是整个组合 就是要组合的 不是说你名店 就一定要进入这个场 不可以的 以及要排队的 所以其实我这件事 我估计赚大钱也不好 就是我这样看 你要租便宜 其实很简单 你知道商场没有人流 没有人走便宜便宜了 就是这么简单 好了 好了 你现在说帮到商户 对不对 就是没有人流 就是租金便宜了 如果你说肯定做到 商户的那个 Tenemix 就是那个 租户的组合 就是商户的组合 是令到人流很低的 不过小众趣味 把明明小众 没有人走 不过小众趣味 继续有粉丝支持的 是的 那谁受害呢 人流很少 因为这些公屋商场 在公屋里面 如果是服务不到居民 居民自己不走进去的话 就有负于居民 现在领会加到租 就是证明 领会的商场 开始可以服务居民 我不排除 有些真的有些 有些铺位 做某些类型的生意 是有 例如说十个八个 甚至一百二十个 的居民去光顺他 而领会跟他说 喂 人家有谈生意 可以服务到一千个 五千个 一万个居民 不如你给他 一是这样 如果你觉得那一千多百个居民 可以支持你 跟他斗的话 我加你租 你不肯 就让他试一下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现在好了 那些人谈出来 反对 反对 说领会不好 怎样说好呢 听起来吸引力很大 不是 他反对的意思就是 你看看 你这样加租 就令到居民买贵的东西 哦 就是 我怎么看 你加了一张贵的东西 我觉得未必的 我觉得未必的 卡的租反而是便宜了 不是 就是人流多 就自然做生意 你买一百件商品 以前收到一千元租 好了 我现在收到一千二百元 一千五百元 但是你卖了一千元 是一千元的 是 摊开cost 不一定是贵 没说贵 因为其实 量多了 不一定贵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看到很多 反对的声音 反对的声音 是未做生意的 他不明白香港商人 香港商人 是不是 商人的奸奸 或者商人 做得商人 一定贪钱 不贪钱也不做商人 所以 一个商人 面对着另外的商人 跟他竞争的时候 哇 引发出来的竞争 最后的得益者 就是消费者 而在公屋商场里面 最终的得益者 就是居民 有些人说 我还有另一个 除了这个 我加州 等于加贵 这个不成立 对吧 第二个他们很吵 就是 领会 搞到商场 都很高兴 居民 不能光顶 外面人才能光顶 第一 很侮辱公屋居民 第二 就是 这件事 好像香港旅游业 一样 香港以前旅游业 没有特意做些旅游 东西 特意做些旅游 是很少的 是 本身香港真的好玩 吸引到香港人 在本地消费 本地玩 既然才会令到外国人都觉得 哇 其实香港真的挺好玩 因为香港人厌尖 香港人都觉得好玩 外国人都好玩 同一比喻 公屋商场 有外面人走 我们跟他们走 因为我住在深水堡 深水堡附近 那些村 我也有时候走另外回商场 我在想 就是 一个商场吸引到非居民走进去 等于商场成功到 吸引到外面人进来 等于证明一定是服务到本地居民 还有领会不是傻的 领会知道 有些东西一定要有才有人流 就是补鞋、鑰匙 那些一定要有的 你没有的话 就不行的 好了 他当然说 哎呀 不过他们逼迁 以前有旺位 我逼了不知什么位 喂 大哥 有些服务 是放在比较辟的地方 是有意义的 是 因为他们 例如说补鞋 你不需要去 我不是说 下下下 突然间发作 咦有间补鞋 不如补鞋 是有目的的 好了 那些真的要靠高人流 那些叫做impulse buying 那些我真的想去买那些 他们一定会 给更加高的租金 租人流高的位置 那便让他们租那里 最好是这样的 就是反对的 反对那班朋友 他真的没有做过生意 是 就是他说 你看看领会做到这么高的 那你引入一些LV 那些 那些本村居民 那些本村居民 我说 LV 死的 你不懂得看你那个商场 是否符合他那个形象 就是大家 其实是大家 大家 就是大家要夹的 不是说 不是说你那个商场 就大了 还有 我想说 就是人家加租 商场是怎么加租的呢 他是每个月 要给营业额他看的 人家是拿一个百分比 作为租金的 就是说 如果你赚到钱 人家才会加你租 是这样的 就不是说 好像外面那些 打单炮铺 好像 外面 曾荫权说一句 十年最好 就加你三倍租 不会这样的 就是商场是不会这样做的 我 其实呢 今时今 就是领会已经买断了 政府 政府除非 真是国有化 就是通过法例 国有化的话 全面收购 是没得拿回的 政府也没有权干涉 买断了 现在还有这么多 为什么 卖断了很多 机会主义 去示威呢 其实最终的问题 就是政府自己本身 有这么重大的政策改变 就算是一个没有 有民意基础 不过就完全不直选的立法会 是不是 都没有通过过 没有 没有 如果 你怎么说 我怎么说 如果你真的有诚意 政府 真的想做这件事 想证明给香港人看私有化的路 是走得正 是 你便拿出来公开辩论 你便给立法会员辩论 是 就是斗 是 如果你想有压力 让功能组织赢 我不知道你会做什么手段 是 起码on record 知道 辩论过 不过这段 这是我第二部分 好 我们休息几分钟 陆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 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舒适等等 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址 www.h-e-a-l-t-h-s-h-o-p-dot-com-dot-h-k 好了 我们今晚是讨论领会这件事 如何看 除了宣泊文之外 我也有嘉梅怡先生 和我们继续讨论 我们网上有一位听众留言 是Fly Dragon 是Fly Dragon 大概9点17分 我们说了没多久 他已经写了这个留言 他说上一集的公平竞争法 说得很棒 早前TVB做过一集公平竞争法 有关的专题报道 都没有说得那么深入 那TVB那集不知有多久 有一个例子 就是说 有一个市民买了李嘉诚集团的一个单位 就是要包上网的费用 群党式消费 所以 因为这个市民根本就不会上网 或者不懂 要被逼 就被月费没得选择 于是就去投诉消费者委员会 那这个会就因为 他一言只有一千多万个用户 那些款项 所以说他计算那条数 就根本不够钱 跟李嘉诚集团打官司 那在这种情形之下 好像真的要有公平竞争法这类才行 那他有一种头緒 到底怎么样的公平竞争法才合理呢 他刚刚所说的例子 很多人以为 需要公平竞争法来对付这类问题 但他也知道 其实公平竞争法的背后 其实可能在进行 或者在执行的时候 其实会引发很多其他问题 很多人都未想到 其实这个CICQ的Fly Dragon 你可以再传进来一次 不过如果你觉得 一天你买了一层楼 那一层楼 应该是因为业权新楼 因为业权成立不了 业主立案法团 长沙环 只是继续被发展商牵制住 即是一些护委会之类 管理公司 如果他要捆绑宽贫服务 我其实很多时候 经常都说 你买之前 应该去看自己的 买些什么回来 现在新楼 全部都是这样的 现在你又不看 你买回来才会吵 为什么有这样的东西出现 说真的一件事 我的朋友说没有垃圾 为什么不可以自己派垃圾出街 为什么要有个管理公司去派垃圾 一样的 我明白到 你一搬进去 法国管理费里面 又包括宽贫服务 就觉得 要这么巧我又不用 是啊 不过真是先看清楚 我知道你很可怜 不过这个真的很多时候 你买了后悔 才说要找条法例去解释 不是的 如果我住在那里 我又用宽贫去看 是 其实很多时候因为 它集结了很多人的消购物力 我现在吃两块 还比较便宜 我觉得这样看 每一个 特别是大屋苑 就好像一个社区 就好像以前的公社 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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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买它那套服务 你才会买它一层楼 搬进去做业主 你不买它就千万不要走进去 例如有些家里有一个家里 会鎖 你不能说我不用的 所以我不应该付这些钱 还有 诚哥建的那些楼 诚哥建的那些楼 也有他的那些格 新鸣基有那些格 你自己要分析一下 是 这个题外话 买楼对于我们香港人来说 很多香港人的最大资产 就是他自己的楼 所以麻烦你买楼 真的要做多些功课 真的要做多些功课 你不要突然间觉得 哎呀我给你家成核 那你就要通过一条这样的法例 是 我这些 有外国的政客说 没有法例可以对抗到愚蠢 是 you can't outlaw stupidity 而这个根本就是 你买一层楼 发觉没有业主拉网法团 没有机会有声音 好了 你可以不买这层楼 最简单 如果你真的可以的话 你便逼政府 可能转法来的 转法来的 就是说 真正住在一个业主 或者真正买一楼的业主 才可以组织业主拉网法团 而不是再继续被地产商 控制着业权 被地产商继续控制着 哪个管理公司 如果你要free up 不如free up这个业主 你便可以承设多业主拉网法 太能力 因为他持有业权 太高了 他连走廊也有业权 他有五票 你那屋只有一票 你便会输 或者买一些旧堂楼 起码实用面积又大 我家过去买大堂楼 一是这样看 如果这是一个 令到社会民权很高的问题 是 就会有发展商 如果政府卖地的时候 或者拍地出来的机制 是有竞争的话 就会有发展商说 我卖完一层楼 我就卖断了业权 你们自主拉网法团 在管哪间管理公司也好 捆绑什么服务也好 我们不会干涉 其实证明这些商 选择管理公司 是否有怨气 是有 不过未至于去到会影响消费者 去买其他楼的业狱 如果大家有机会 去搞个业主拉网法团 我搞一个很简单 就是我觉得 如果你有这样的经验 你真的很希望 就找一间大财团 帮你搞它 就是你从那里 你会看到人那些 那些无聊 无谓的东西 在业主拉网法团 是看到很多的 这些经验 我认识很多 我自己经验过很多次 所以有一间大头船 帮你做了这件事 其实我相信 算是 很多人都会举个贊成 如果你有这个经验的话 我说那些打架 那些 保马山道 很多 好奇怪 我说打架报警 是啊 是啊 是很普遍的 这个问题 当时做工程那些 给意见的 就是 给意见应该如何处理 嗯 是 是啊 是啊 他一直打到你 是啊 你都没有这样的 就是 就是打了 又有警察来 又行 到头来又是开不醒 就是 你不要以为 拿回业权了 是啊 我说的是 那些管理那些 又是找回自己人来管理 接着 那些管理员 原来是自己人的 就是 就是 那个主席 那些 那些维委 那些人 接着你去投诉 就是 很多 我所认识的 我自己也做过 这些法团的主席 我太太也做过主席 我可以这么说 十个 有八个九个 是有很多麻烦的 十个有八个九个 都是麻烦的 你可惨啊 做主席 别以为 是这么简单 就是 我觉得 你当时认为 一个不好的现象 其实真的 不一定一定是不好的事 不 其实你宏观这题 在外国 特别是美国 他们 每一个地区的校网 都会选 居民都会选 校网的代表 去 去营运 那一区的学校 其实 他们觉得 最草根的民主运动 就是 最草根的民主 结构里面 最低层的了 其实香港是一样的 香港真的 我觉得 《聂主乐案法》 其实某程度上 是真是 各位市民 最草根的 民主体验 如果香港 完全有直选 而立法会 真的有权的话 真的 大家出声 是左右到立法会 的话 其实会爆发这些情况 只不过 我觉得这样 我们香港时都笑 台湾人 在立法会打架 其实 你看看自己的 聂主乐案法团 都是比较好的写照 爆不爆粗 我不知道 但肯定 伦理之间 一定有些磨擦 某些东西 大家都住得这么近 大家都 不过 说回这个 捆绑式销售 大家要这么想 就是 政府 给商人 用尽方法 去令消费者开心 这就是商人最终的目的 因为做到这些东西 才能赚到钱 任何法例 掀制到他这些东西的话 最终的受害 都是消费者 有些人真的觉得很烦 如果我相信 我宁愿相信李嘉诚 我相信薛同基 我都不相信 政府 不是 大家互选出来的 互选出来的人 以低票数 以低票数 互选出来的 业主乱法和主席 有些人可能 好像你们两个都可能 是吧 但也有些人觉得 我喜欢自己的 绝对 我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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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一幕不打架 我真的 我真的 没有一幕不打架 我真的 如果这个是反映香港的 民主的能力 那麽就死了 其实都很大问题 我觉得都要面对 又怀疑你 你为什么这么积极 你是不是有水修 你是不是做工程那些 有水修 是这样的 是 每次都是这样的 我站在那里 刚才你讲的 那件事是直接发生了 是的 我只见到 以ICAC来看 有ICAC来看 这个 根本上 是殖民地政府 養出来的壞习惯 就是我们香港人的思维 那问题是哪里 就是 华人当时是没有权 没有权 政府叫你做什么差 都好 都是殖民政府的傀儡 做过太平紳士 哇 真的很棒 对不对 所以 令到香港人觉得 李尚伟 有很多好处 李尚伟 有很多好处 而没有人真的想过 我真的想帮香港市民 为了整好屋苑 是的 是的 这个正是 如果 我也这样看 特别是 你说智库组织也好 政客也好 他跟你讲一个idea之前 他跟你讲一个idea 你第一个反应 不要想 这个人说这个idea出来 如果真的落实的话 这个人有什么好处 第一件事想 就是这个人说的东西 对不对 是的 你不要想着 宣派民挺领会 当然有好处 领会给他好处 对 对 之类之类 对 我是真的有买过黄股票 虽然我们讲鱼鱼 但我们没有 我没有任何这个股票 seated Whether 如果你要 tamir of 就是替造商贏 替造商贏這個字真的很硬耳 為什麼呢? 我聽到替造商贏 領匯賺10元 商戶不能賺 不如替造商贏 我們做些事令到領匯賺5元 你明不明白 領匯營運商場 商戶租舖位做生意 市民去光顧 換來服務和貨品 其實是一對球 正當一隊足球隊贏球 你不會說11贏 每個人都贏 你贏了 輸是輸誰 輸對面商場 輸對面商戶 還有一件事 對面的顧客可以走過來 加入另一隊 你不要說雙贏 這不是兩個隊類的陣型 而做些事令到雙贏 不是同一隊球 領匯就是龍門 雙匯就是中方 而入球的就是顧客 這樣想的話 就不要再說雙贏了 還有一件事就是 不要覺得盈利這件事 是醜惡的 不要每次出來說 我們說真的 賺錢這件事 咦 噢噢 不是 他說公共屋村是福利 來的 你先聽說 福利這件事 福不福利這件事 最重要最重要 福利也好 賺錢也好 就是居民得到他需要的服務和商品 我不管你怎樣 鄧小平也自己說 黑貓白貓 不管什麼 捉到老鼠就是好貓 哪一個商場營運方法 是可以帶到市民 居民 最高質素的服務 最便宜的價錢 我孫彭人支持 如果你跟我說 房屋處run的話 是會比領匯的好 我立即支持房屋處 我說不出口 大哥 還有領匯 所有人都好 所有支持領匯的人都好 走出來 盈利不是錯的 有盈利 等於那間企業是健康 幫助商戶賺錢 幫助居民 去買到他需要的東西 你每一次走出來 說我們很不好意思 這樣就會被人笑到位 其實這間是所有香港企業 不管大也好 小也好 中也好 如果你有P.R.部門的話 盈利這件事不是錯的 如果有人差你盈利 就不如正確一點 是 我們從商的 我們要賺錢的 不過唯一可以賺到錢的方法 就是服務到香港市民 服務不到是不能賺的 當然有些企業 因為靠壟斷 所以就有得賺 不過所有面對競爭的企業 真的不怕說這件事 有些人會出聲反對你 說你糟糕 不過香港人是眼睛 最終是雪亮的 知道在一個有競爭的企業 大家在很多競爭的企業之下 賺到錢等於幫到人 你幫不到人是賺不到錢的 當然如果你是說要求政府發個牌匹 去壓榨其他人的企業 你賺到錢是因為你的政治手段 但是站在商場的角度 一定是競爭得激烈 因為你做居民 你不可以鎖死香港居民 某地方買東西 不去這個去那個 不去這個去那個 是啊 還有以前房屋處 那種營運手法 他只是不想背鍋 等於你吵大聲的話 你吵得越大聲 你就會越好 而不是 這是作為商戶 你以為商戶 如果服務到市民 你不出聲的話 你反而不行 如果我是一個很勤力 服務市民的商戶 面對著這一班 其他商戶 壓迫我的 那我不如寧願去 私人的商場租 個部位做更好 讓我專心服務市民賺錢 而不是專心去逼政府 或者逼房屋處 令到我真的有個牌子 醫生其實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這一班公屋醫生 因為他們第一站在這個 香港人是盲目崇拜專家 盲目崇拜專業人士 專業人士 所以醫生出來說 當然是不好的 這個政策 他沒有想過 其實醫生 因為經過這個系統 賺很多錢 而那些錢是哪裡來的 那些錢就是公屋居民 香港最草根的人士 賺錢給了那些醫生 現在醫生就是要保護這個剝術系統 而那些人是不反對的 這些人寫在哪裡啊 寫為寫在哪裡啊 難道搞到獅子生學會 每個人都指著我鼻哥說 你反對自己的公司 你一定是不喜歡商家樓 保護維會的商家樓 我告訴你 要等到我們 宣泊民獅子生學會 去反對這班醫生 你們搞什麼的 在外面 私營的 即是外面的舖位 那些 譬如醫療中心那些 收入 在貴的地段 都是收入一百元的 公共屋邨 行不行啊 他就說行 他就說行 其實呢 我早然 即是我 回到香港的時候 我也是去找那些商店的 我記憶中 我也是去那些政府 當時那些 政府的商店看過 即防委會那些 防委會那些 我看到真的 真的 很多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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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感覺是這樣的 很多 那我現在不知道 真正 我沒有再有機會去看看 裡面 現場去看看 但你看一下 原來 他們都有些資料說出來 那些 那些 他說呢 在他們 一言以來 其實這些有很多的改變 那 他說其中呢 就說 他已經成功 租出過去 空置多時的商鋪 即是 以前沒有人要的東西 這些部分 他已經租到了 那 他說呢 在 財政年度的 首六個月裡面 新出租的 樓面的面積 已經達到 十五萬平方尺 保守估計 是已經增加了 最少八百個的就業機會 那 在商鋪多元化方面 他也都引入了 大概八十間 從未 處足 領會商場 而廣受歡迎 即是外面廣受歡迎的商鋪 即是他第一次走進去 那也都開設了超過 一百五十間的分行 即是八百幾間 是過去 在外面是很受歡迎的 但就未曾進入過去 即是說呢 你在很多方面 要看那個事實 是怎樣的 好了 他也都提及了 例如有些行業 可能要特別的關照 其實他們都有做過這件事 不是 其他件事 我這一部分就最重要了 是的 他們出來說 我們會保護某些需要保護的企業 這件事我最想逢領會 我想逢領會 是 你可不可以說 你保護這些企業的原因 是因為幫到你賺錢 有些服務好像沒有什麼需求 其實沒有的話 就會令到你自己的商場人流減低 即是保護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是的 他說 你不是 你說 我們是出於一個要保護某些企業 某些類型的商鋪 其實不應該這麼說 是的 好了 第一個反應就是 他說 你保護他 為何不保護我 我也有需要 你傻的 如果領會走出來 我們會用盡一切方法 令到我們盈利提高 而其中一個方法就是 要保護某些類型的商戶 這些商戶 眨眼看下去 好像沒有需求 不過沒有的話 我們的商場人流就會降低 至少有多元化 是的 就是為求保護我們自己的賺錢能力 所以才留下這些商戶 多元的我一定會批走 不過我可以保護的 就等於他對我們的商場有貢獻 有貢獻 你這樣說的話 就不是服了 你又不是這樣說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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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 盈利好像很差 家商好像很差 就是 看法還沒有脫離到一些官僚特色 誠意傑 是啊 官僚特色 其實整個領會 在他們的立場來說 在小政府大市場的大前提之下出現 你看看香港 香港政府所做的事 最大筆的地方 可以說是社會福利 差不多用了七百多億 第二 最大筆就是教育方面 好像四五百億 第三 就是教育醫療 醫療由三百多億變四百多億 大家自己想想 在政府所做的那幾件事裡面 你看到共通的現象 似乎是越來越貴 越來越不夠錢 越來越破產 但是就越來越差 問題是越來越多 所以說大家想不想 推動一個小政府的 讓我們香港市民 自力更新之下 做一些事 令到香港更加好呢 我還要補充一句 如果住在公屋的居民 就可能要打一下我 或者怕 為什麼 即是會打我 其實公屋居民本身 就是一班特權階級 絕對是 即是以前的舖 開一下又 有空就開一下 有空就關一下 其實是納稅人在津貼它 這麼便宜 不是說的 阿金 我這樣看阿金 你應該 08年出來選 立法會 只有兩個 一個口號 一個政策 第一個政策 就是強職金 即時可以停工 以及供了一個公款 可以拿出來 第二件事 就是 公屋居民 老鳳的 要幫你嗎 是的 特權階級 我相信是這個 多議席單票制 沒有介意 罵開 你可能有粉絲 雖然是 達到政治不正常 罵開 都罵開 坦白說 我認識很多 在公屋住的 發財 寶馬山 打死都不走 又在商場上 發財 其實其中一個問題 就是 好像一個大抽獎 好像不是一個大抽獎 抽公屋 真的好像娶老婆 一生一世 是的 正當你進入 每一次申請公屋的門檻很高 不是說 入色限額 我們不要說 只是你要等 這個門檻 還有選擇 單位的門檻 如果選擇一個好的單位 就算你真的發了 因為香港人自己知道 有三歲六王 今天風光到 我不知道 如果他知道 我真的會掉下來 有時 正當政府門檻 這麼高的時候 進入門檻 就引致一些人不敢離開 難入 所以先不要出帳架 當然 我現在不是全面打開這個制度 我想說 不如讓人 有時限性的 接受政府的資助 例如說 我是年輕人 我住在天水圍 我找到市區工 不如六七千元 乘車出來 我要虧 要虧 如果政府去幫我 不用多 六十期 即五年 住在市區 是的 還有 如果我作為一個 那個年輕人 他幫到我第四個月的時候 我發覺 咦? 我過了Probation 薪金上去了 不如這樣 如果我一輩子 政府只會幫我六十期 我用了三期 剩下五十期 沒有用 是的 我不知道會用 不要用住 是的 其實 福利政策 如果租是有這種 令到每一個 申請福利的人 都覺得是一個 有限資源的時候 他就會珍惜 還有 所以就是說 最不好的就是 有 富戶政策 什麼叫做富戶 你如果公屋是福利的 那個人 又不報的 他不知道住滿十年 要報的 不知道五年 還是十年的 要報的 你又不報 交雙倍租金 或者三倍 多少倍租金 為甚麼要做這件事 你不報就走 為甚麼要報 還有一件事 就是資源錯配 超級嚴重 例如以前 你搬進去的時候 有七個人 人家裡 你拿了百多尺 甚至一千尺單位 現在只剩下兩個 是的 這是一個嚴重的資源錯配 對香港社會 這個整個防徵是錯的 第一件事 一定要令到香港市民 拿其他納稅人錢的時候 一定要知道 是有限資源 我最不想見到些甚麼 你說公屋都算 公屋都困獸鬥 因為困獸了 東涌也好 天水位也好 我最可憐的是 打開報紙 看到一個老公 劈死了老婆 在女兒面前 劈死了老婆 然後自己跳樓 問回甚麼 問回甚麼 就是老婆當時正在上班 誰知老公坐下 計數 她叫老婆沒有上班 老婆不上班 錢多了 錢多了 我沒所謂 納稅人浪費錢 沒有人要 在這兒生日也浪費 最慘的是 這個福利制度 令到這個女人 和這個社會 脫了節 因為每天上班時 有同事 有新的思維 有新的工作機會 一直在你面前出現 你一斷了 跟社會斷了 就屈在家 扔爛身 不是扔爛身 扔爛身 都算了 你來不去見到 這些悲劇出現 就是因為 香港特別是拿福利的人 不覺得是一個有限資源 不如這樣 可能有一天 因為政府變政策 所以今天有得拿的 就拿了 如果是找到平衡點的 就是香港政府說 香港政府代表立商人 和有需要的人說 我明白 香港因為這個流動性這麼大 今天富貴 明天可以是窮 明天可以是窮 明天窮人又可以 明天後天是富貴 大家可能有需要的一刻 你有需要的一刻 政府一定幫你 不過你沒有需要的時候 麻煩你走 不過你不可以逼它 唯一的方法 就是讓它知道 是有限資源 你由十八歲 至六十五歲 當中的四十幾年 只可以拿五年時間 六十幾年 到時的香港人 大家會聰明的 喂 有客人 不要亂用 不要亂用 留下一次 或者等不認真 失敗了一次 現在不是的 在北角村住完三十五年 再搬到愛甸灣 旁邊的日濤灣七百多萬 神經病 都還繼續 我認識的 還有很多 在寶馬山他們的子女 都買了樓 拿了鞭炮 大哥 不是 這是什麼制度 其實現在我們談論到 以及接觸到的問題 以前我們還沒介紹 《魔鬼的經濟》 《蘋果金子的經濟》 其實它說得很清晰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希望社會 我們的道德觀念 就令到我們希望社會 變成怎樣 但背後 其實通常經濟的原因 是真正搞出香港 搞出社會 好了 經濟背後 就是誘因 如果大家 未曾看這本書 我希望大家去看看 因為很多時候 我們經常以為自己做一些好事 我相信很多社福界的人 都是保住好心 是為一些 需要幫助一些人做事 大家社福界也好 我們自由市場支付也好 大家都出於同一個方法 出發點 就是希望幫助貧困的人 幫助搞好香港 更加好醫療 更加好福利的房屋 更加好的福利制度 大家都是出於同一個 你不要 自由黨就不是 自由黨要幫商家老 我們私事商學會 就是希望自由市場方法 去解決到大家都想解決的問題 只不過政策不同 是 我給一個簡單的譬如 我們 剛才孫帆文都說 我們不能夠用法律解決愚蠢 我也聽過另一種說法 我們法律是不能夠控制 我們人的行為 人的行為其實是要教育的 不是用法律的方法去解決的 比如說公平競爭法 表面是很好的 公平競爭會已經是好事 但是問題是 用法律的方法去解決這件事 是有很多問題出現的 我給我一個例子 例如禮貌待人 大家要禮貌相對 是好事來的 但是你會不會想著 我們要拿法律來 將這件事出現 不是啊 剛才看了一張報紙說 現在香港的小朋友不做運動 有個醫生出來說 最好立法 強制做運動 這樣就行 不是 好像剛才那樣一樣 剛才那個福利政策改變 我們C23學會 說六十期這件事 其實就是普通心態 你說你要做一個富戶政策出來 他是嚴打他的 哎 民怨又高 又殺錯良民 他不是嚴打的 他叫他交多兩倍 如果你打算 不是 你打算 你打算 如果你是很神奇地 真的很合理地說 我們不是幫你 你成年人的四十幾年 我們可以幫足你五年 你都要自律下 不過五年都不夠 香港市民接受 之後 因為受幫助的人士 也知道是有限資源 就會減少福利的機會 這輩子沒有需要 就馬上不會用 這樣就不需要出發力 不需要強權打壓 就引起人類 不要說貪念 本性 去解決問題 沒錯 OK 好了 感謝大家 下個星期中 過年 是